馒头和包子千万不要直接放入冰箱里面保存 放入冰箱冷藏后 它们不仅会变得又干又硬 容易掉渣 口感变差 还会与冰箱的其他食物发生创味 更重要的是 所含有的营养成分会大打折扣 今天我将从科学的角度出发 为您讲解如何正确的保存馒头和包子这一类面食 从一粥粥的小麦变成可以食用的面粉 然后经过揉面 发酵 饧发 蒸熟等一系列的操作 就变成了我们老百姓餐桌上最喜爱的馒头和包子 我们都知道刚刚出购的馒头和包子是最好吃的 那么为什么它们不能放入冰箱冷藏呢 这是因为它们所含的淀粉分为两种 直链淀粉和脂链淀粉 其中直链淀粉很稳定 但是脂链淀粉特别容易老化变硬 其实脂链淀粉在60度以上 或者在零下20度以下 是根本不会发生老化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便利店销售的馒头和包子 都配有一个保温柜的原因 但是我们家里面保存可没有这个条件 馒头和包子不可能长期存放在60度的高温里面保存 一旦它们冷却到2度到10度 所含药的直链淀粉就会迅速的老化变硬 这里特别强调的一点是 淀粉在老化是一个不可利的过程 无论怎么加热也不可能复原 矛盾点就在这里 冰箱冷藏室的温度一般就是4度左右 所以无论您采用何种方法 只要把馒头和包子放入了冰箱的冷藏室 它们最终的命运只会是变得又干又硬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馒头和包子在短期内的储存方法 当室内气温在10度到20度左右的时候 不需要对它们做过多的处理 只需要把馒头和包子放入一个干净的保鲜袋里面 扎紧口子进行保存就可以了 常温下能够保存2到3天 当气温升到20度到30度的时候 就不适合用第一种方法来保存馒头和包子了 因为在高温潮湿密闭的环境下 它们反而会更容易滋生细菌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镂空的篮子 把它们放入篮子里面 另取一个干净的碗 加入少量的食盐 加入适量的凉白开 食盐在高温天气的储存环境下 具有一定的杀菌消毒的作用 准备一块干净的纱布 用盐水浸泡 然后稍微挤干水分 不需要挤得太干 否则起不到保湿的作用 然后把蒸笼布 铺在馒头和包子的表面 然后放在阴凉 保湿通风的环境下 它们可以有效的保存一天 不会变质 以上这两种方法 保存时间虽不长 但是馒头和包子都不会发生老化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略微振一下 口感还是喧软香甜 和干出锅的几乎没有区别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种 长期保存的方法 可以安全的保存一个月的时间 先在干净的案板上 平铺上一层干净的保鲜膜 再将馒头和包子平铺在保鲜膜上 包起来的同时 用手挤掉多余的空气 再把两侧多出来的保鲜膜折叠起来 让它们和外界的空气完全隔绝 再将包好的馒头和包子 放入干净的食品袋里面 把食品袋的口子扎紧 立即放入冷冻室进行冷冻 我们冰箱冷冻的温度 一般为零下18度 这样的温度 淀粉不会老化 这种方法保存了馒头和包子 不仅内部的水分不会流失 还可以防止它们与其他食物发生篡位 需要强调的是 以上操作 一定要等它们自然冷却后 才可以进行 否则 馒头表面会临结一层冰渣 同样影响口感 当我们要吃的时候 从冷冻室拿出来 重新蒸透就可以了 经过这样处理的馒头和包子 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 都和刚蒸出来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关注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